为了让区政邻里工作推行更顺利 金山区公所在大选后四个月 首办邻长研习活动 透过各客室的工作项目报告 让金山区近200位的新科邻长 对于工作事项快速上手 与里长推行邻内政策也能够合作五间 去年底大选完至今 邻长就任超过四个月 而里长在推行邻政事务时 还仰赖各邻长的帮忙 因此鉴于新任邻长不熟悉里政的业务 金山区公所特别办理邻长的研习课程 全区有15个里 共有将近200位的邻长 为了让研习空间环境更舒适 氛围上下半天两场研习 也希望邻长们都可以透过课程 了解邻政推行的方针与自身的权益 因为我们邻长可以说 就是走在第一线 走在最前线来帮我们政府 然后帮我们各个部门来行销 来推行我们一些政策工作 所以非常的重要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 将我们四次五号各局处 给我们益助的一些经会 来到让大家来说说明 很多的重大建设 之后我们未来地方的一个发展 让我们的一些里长 邻长能够知道 那邻长他同时有很多 他的法定的工作 栽房的通报 还有高风险的通报 都是邻长那分裂的一个 英俊的一个工作 那希望把这些邻长的权利 义务还福利 都让我们邻长来执行 区长也准备了区政检介 要向邻长们说明当前区内 已经执行与正在执行 甚至是未来即将要执行的项目 提升邻长的参与程度 希望在任何一个区政建设里 邻长都不是置身室外 而是息息相关 另外也考量到邻长的年龄层 还是喜欢纸本的资讯 特别编列一本研习手册 除了有邻里相关资讯 还有以金山特有的百合杜桌花卉 作为封面 凸显地方特色 这是邻长 虽然他是长辈 是很少去用网络上 或电脑上 那也许还存在过去 资本的一些习惯 那是特别结合 我们金山的特色 除了金山三宝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金山的花卉 金山的百合花 也是台湾特有种 更难得是这些杜柬花 我们是全台80%至9成的一些花卉 是来自我们金山 可以把我们金山的花卉 把它融入成我们的服务手册 那服务手册除了这些花卉以外 我们纳入了各机关的一些联络电话 然后各邻长也是联络电话 都把它放进来里面 更重要的是他邻长 里长一些法定的工作 一些服务事项 我们有把它纳进来的服务手册 这是今年的另外一个亮点 研习上去公所 期待领长们用最轻松的姿态来参与 开设的内容也特别挑选与领里长 息息相关的事物 希望在公所办理的研习课程之后 领长们对于区政与里内的推行项目 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借此要让领长与里长推行里政工作 更加的顺畅合作五间 记者拉平函金山采访报道